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警醒的视频 视频中的小女孩最终没有受到伤害 讲的是一个的歹徒 直到威胁一个小女孩 另一个人参与进来 帮助小女孩打跑了歹徒 站在专业的舞者的角度 这里面的行为有对的有错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仔细看一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 那么第一个阶段 是歹徒拉住小女孩想要伤害她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歹徒自从抓住小女孩 在大概四五步的距离里 虽然手里拿着刀 一直没有伤害到小女孩 但是相反当另一个人参与进来了之后 歹徒却获得了伤害小女孩的机会 如果你再来看一遍漫放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过程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一开始也没有人阻拦 这个歹徒却没有伤害小女孩 而有人进来之后 歹徒却获得了伤害小女孩的机会呢 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 刀叉一点划到小女孩的脖子 但如果真正的事情发生之后 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而今天我们站在一个专业舞者的角度 为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半段 歹徒扶着小女孩的肩膀 实际上小女孩是呈现一个逃跑的状态 她一直向前跑 大家会发现在这四五步的距离里 小女孩往前冲的势能 通过歹徒抓过的手 牵动了歹徒的重心 实际上这个歹徒在这四五步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她始终都没有获得一个稳定的重心 于是她这个刀无法挥舞下去 这个状态实际上比较常见 因为我练习中国式摔跤 大家如果看一下中国式摔跤的一些比赛 或者表演的话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拉着队一个人走 这个被拉的这个人站不稳 然后被他摔倒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被拉的人 他不是不想停下来 因为他的重心通过交易的牵扯 他的重心已经站不稳了 他只能够盲目的去维持重心 然后被对方带着左右跑 然后直接摔到地上去 所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一个 你重心不稳的时候 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所以很多人他因为 他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对抗 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柔衰类的东西 他不理解重心的含义 但到了第二阶段 大家会发现一个错误的行为 小女孩发现有个人过来帮他了 他停止了奔跑 大家看到了吗 仔细看这个视频 当有一个人进来之后 小女孩停止了奔跑 停止了奔跑 这就意味着这个歹徒的重心回来了 当他的重心回来之后 他迅速就获得了杀伤 或者伤害小女孩这种能力 当然这个结局比较美好 小女孩没有受伤 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位英雄 砸掉了歹徒手中的刀 并且把歹徒捅向了一侧 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有柔率的经历 也有内加拳推手 这些经历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实际上你当你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的重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原则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教大家应付 吃到歹徒会怎么做 我们只说原理 当歹徒从背后抓住你的时候 你迅速的跑 很容易把对方的重心给带动 或者你可以挡挡他 挡挡他 然后快跑 然后迅速脱身 这就完事了 这是最简单的 当歹徒正面对你的时候 你可以挡一挡刀 挡刀不管用 对方重心稳的话 他随时抽回来 或者划你的手 你的手都被划烂的 稍微一挡 赶紧往这个方向跑 那很容易两个情况 第一呢就是 你朝他的背后跑 朝他的背后跑 他会 他如果抓着你 他会被你带倒 另外呢 就是你朝着背后跑 他可能手就松开了 手松开了 你就赶紧就跑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再认真地看看这个新闻 特别是仔细看看 这两个阶段 分别发生了什么 不要教大家去打 因为你持刀 你和人打 你就是打赢了 你也会受伤 很少有人 你能有这么强的功夫 而跑是最简单的 但是跑 大家也要以这个案例 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虽然小女孩没受伤 但其实当时非常危险 只要你跑 只要你带动着对方的重心 你始终是安全的 千万不要事出停下来 在你没有获得一个 安全环境的前提下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第二 有人来帮你 你也不要把你的希望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就相当于把自己的生命 托付到别人身上一样 万一对方不是很给力呢 怎么办 所以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认真地收藏一下 或者转发一下 都可以提高警惕 这里面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小女孩一开始没受伤 但后来受伤了 重心的变化 大家一定要知道